不管是今年初的不逃感染风波 还是苗栗电子厂群聚事件 由医副会执行长王必胜 邻军的前进指挥所 都让危机顺利解除 而现在北农爆发群聚感染 许多网友都纷纷喊话 希望王必胜能前进北农 解决北台湾危机 还有人说拜托救救我们 因为真的不想要生命 被市长拿来做实验 20号晚间王必胜也特地到北农 和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会面 原本外界认为看到曙光 但隔一天立刻希望落空 这个我觉得用我的方法处理是最快 这个领域我是专 我比较懂 所以没有问题 我会处理 议会背询台北市长柯文哲这番话 等于直接拒绝中央协助 虽然柯文哲强调自己有能力处理 但外界也质疑 根本是害怕面子挂不住 对于柯文哲本人来讲 他也不愿意放弃这个 可以展现的政治舞台 我想这跟第一个面子问题有关 第二个跟柯市长最近营造 就是防疫专业的形象有关 我非常非常非常担心双北的疫调 布置高雄市长陈其迈 对于双北疫调真的没信心 更有超过20位跨党派台北市议员 发起联署 见请中央赶快介入 而台大医师施景中 也在脸书剖文强调 王毕胜已经解决两次大型群聚感染危机 如果让毕胜将军亲自进驻处理 除了能避免可能犯的错误 还能统合中央现有资源 我自己是医学专业人士 行不行我自己非常清楚 既然这个批发市场在台北市境内 我就会处理了 看有哪些地方中央如果能够协助的话 那我们一定会去做 北农风波如果没处理好 很可能让全台疫情再次拉紧爆 在这关键时刻 柯市长顾面子 恐怕真的不是当务之急 三级学刘家伟周凯特别报道